宝贝们好,我是小乐 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秤座 黄道十二宫的第七宫 天秤凡事要求公平 也极力反对不公平的事 是天秤座性格最明显的地方 他对于不合理的事 采取激烈的态度 不是愤怒,便是冷漠以对 他们是美的追求者 审美眼光很高 讨厌粗俗的东西 他们特别讨厌和人争吵 此星座的人给他人的第一印象总是很好 因为他们天性知道取悦他人的方法 而且他们本身也相当懂得 带人接物的礼貌 他们是无缺点的优雅派 深知礼仪 无论何时都带着温序的笑容 在做事时 天秤座总是不紧不慢 想要将事情做到尽可能完美 不喜欢做决定 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做决定 很喜欢逃避现实 犹豫不决,不知所措 不知道下一步可以怎样去做 他们又最怕寂寞 天秤座本身是非常敏感的 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有所警觉 天秤座的人心态像摇摆的秤子一样 遇到事情左右摇摆 思考的时间很多 但是往往最终的决断改动得很小 天秤座能够全方面的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可以在别人的角度体谅别人 但有时也会因为这点吃亏 很多事情根本不会去拒绝别人 遇到困难的时候 天秤座的人很难发挥出自己的能力站出来 时间久了就会变得很胆小 遇到事情就退缩 要勇敢的去挑战 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 才可以让天秤座不断的获得提升 他们喜欢长得好看的人 而且天秤座的人也会在恋情中注意自己的形象 会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光鲜亮丽的 他们对于爱情的忠诚度是很高的 所以他们不会在一段确定关系的感情中随便动摇 此次会参加 他最后的电影 不可以考虑 attacks 看到这个问题 有什么原因 插到什么都脸